我们都知道,现如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也好,他们对待感情都不能够忠心耿耿,即使当他们成为了法律上的夫妻,可是婚后对彼此都不能够坦诚相待,并且遇到什么事情,他们都选择一个人去扛。 所以在此想劝告那些结过婚的夫妻,既然当初你们选择了和彼此走到一起,那么不管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,你们都应该相互沟通,多余包容,这样才能够帮助你们化解危难,从而还能够触及你们夫妻二人之间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。 所以当自己身边的伴侣有出轨的意向时,他就会有以下这几大信号。 一,性生活越来越少。当一对伴侣他们选择出轨的时候,你会发现,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冷淡,并且曾经对方被自己称为一夜七次,可是到如今,他们每次都不会进行方式,并且每当女人想要的时候,男人都不会极力的去满足他们,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千二一举的判断出,对方早都已经选择了背叛这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,所以这个时候女人也就不要再使心踏地的去意味着讨好她, 因为在男人的眼里觉得,不管你怎么做,都不能够让她满意。 啊,宁愿对全世界人微笑,却唯独不对你。 当一对情侣当中,如果一个人,她的态度变得非常明显,并且宁愿对全世界微笑,却唯独不对你的时候,就能够很明确地判断出,她早都已经对你没有了感觉,并且在外面她早都找好了下家,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就不要一味地傻傻地爱下去,到头来却人才两空,什么都没有得到。 所以在此小编想劝告那些结过婚的夫妻们,在一段婚姻当中,一定要时刻保有警惕心,都说知人知敏不知心,只有父母对我们才是真心实意的好,其他的都是浮云。 3. 开始注重起自己的着装 之前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,你会发现自己的另一半,整天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狼狈,并且年纪轻轻,看上去就像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太一样。 可是到如今,她竟然开始注重起自己的着装打扮,并且每天出门之前都会花半个小时,然后为自己化上一个美美的妆,穿着一身性感的衣服,这样才能够安心地出门,一次两次无所谓。 次说多了,就能够判断出这个女人,她绝对是在外面碰上了大款。 并且现如今这段婚姻,她早都已经不放在眼中,所以这个时候男人也就不要一味地再去践踏自己的尊严,穿放下男人的自尊心。 其实在这个女人的心目当中,不管你怎么做,都不能够挽回她,而现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好聚好散,对你们两个人都有好处。 4. 即使分开了也不会去联系,见面了就吵架。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每对夫妻,他们之间的感情不管好与坏,也会经常发生争吵。 但是每次他们都愿意去和对方主动去低头认错,可是也有一小部分的情侣,他们两个人发生争吵的时候都选择去逃避,没有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的面子去向对方低头认错。 所以当他们分开了也不会去和对方联系,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能够判断出,其实这段感情当中已经有一方选择了背叛。 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两个人这段恋情离失败只差一步之遥。 其实有的时候当两个人真的不再爱对方了,那么就应该坦诚地去向对方表达自己内心最明确的想法。 毕竟世界上男人女人千千万,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,冲而冲过了和自己有缘分的人。 tak 说 woman女人 Wide플 tak 说 woman女人的未来